再次提醒 我们这个彰显只有一个关键点 要教你另外一种形态的力 就流体作用在物体上的作用力 OK 那现在我们要讨论一种情况 就是假如这个物体受到了 周围 四周围受到了流体的作用力 我们个别去算每 把每一个面 每一个面所算的结果 我们会归纳得到一个 简单的计算的方式 不需要把四面方向各面去计算 好 怎么说 我们先看这里一个力 这一个物体在这边 它受哪些力 第一个超级力 它本身的物体有什么 重力 还有呢 接触力 没有超级力就是接触 谁跟他有接触 谈好对他的直接接触 这两个力以外 接下来 谁跟他有接触 旁边四周围这些的流体 对他有接触 对不对 那流体有接触 前面我们自己讲 在处理流体作用力的时候 我会去听力什么 压按三个面积作用的力 然后知道了 再看看他面积是多少 这一面 看他承受了多少的力量 是算这一面的力量 一样这边有这一面 这个承受力量 是算这个力量 还有呢 上面这一体也有这个力量 过来嘛 还有呢 底下是不是也有这些力量过来嘛 OK 所以照理上 你在算这一个分析 这个物体的受力情形中 严格来讲 是要怎么分析的 怎么分析 重力 盘力 还有这个四面八方的 把每个这边的力量 这边的力量 底下的上面的流体的作用力 都把它算出来 OK 总共是 但是我们现在要等下要调整的就是 你去仔细的我们从这里分析的结果 算出这些流体作用在这个物体上的力 整合出后来会得到一个简单的思维计算方式 你不用一个面一个阴面每一个面去算 甚至我们假如这个物体是形状很奇怪的 你根本就更难算那个面的力量 对不对 但是我们得到的结果还是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出 它所受到流体 四周围受到流体的作用力是多少 OK 那其实这个作用力 就是你们国中所学的最常见的 最简单的一个讲法 就是这流体作用在这物体的 总力的结果就是向上的浮力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讲 是要接下来要把你推导 我们经由这样的推导的过程 得到一个简单计算 这个流体作用在这个物体上的 总力的结果 好 来 接下来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里假如有一个原柱体在这边 它受到这个流体 四周围这个流体 作用在这个物体的总力 应该是多少呢 依照前面教你用压力的表达方式观念的话 你这个流体的作用力 到底它有哪些 是不是有六左边 这个 这边不应该讲六左边 这个原柱体应该是四周围侧面的力 对不对 不过这个力会怎么样 鼻子会相抵消 那关键还针对这个例子 关键一个字 还有上面的流体作用力 还有呢 是不是底下流体作用力 这样有种意思 好 所以你流体的总力 你作用的这个流体的总力 到底上会有一个 我这个写成侧面的力 侧面的力 还有呢 这个上面的 还有底下的这个力 所以做到流体的总共的力量 意思就把刚刚这些 所有流体接触的这些面 这作用力把它全部怎么样 加起来 那其实 其中 侧面的力量会彼此间相互怎么样 是不是底消掉 这会相互底消掉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有问题 好 上面的力量会是多少呢 这上面这些的力量会是多少 那你怎么算 我们不是前面当节就讲 你用压力的观点吗 我们用什么 压力 上面的压力去整理这块的面积 那上面这一块的压力是多少 是不是会等什么 我达气、空气压下来 再加上这个液体的深度 这个液体的压力 这个液体的压力怎么算 静止液体的压力会等于Log H 那假设这个深度是H 所以这次的Log H 然后再承认这个面积嘛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不是上面的所承受的力量 这样有没有问题 它底下这个压力是多少 底下这个压力的液体 这里承受整个压力是多少 是外面的大气压下 还有再加上这里 那我假设 我这原住体的高度是H 所以这个离液体的深度 我们不是液体的压力 禁止液体的压力 造成的压力是Log H 那这里要怎么解决 你这是Log H 这个压力的什么 是不是 深度 真正的压力面深度 是总深度 是小H 加这个物体这个高度 对不对 然后再成个面积 好 这个是向上的 对不对 这样的问题 好 那剩下怎么样 我现在要算总力 我刚才讲 总共流体 全部对它作用力怎么样 是把这二分 全部代表这个小 所以你的总力 你F的流体的总力 是不是大分相加 但是一个是向下 一个是向上 方向相反 就变相 减 所以你看这个减这个 在下面一定要减 上面另外这个大 这个减掉了 这个Log H 这个A也会减掉 所以剩下的比较难的 是不是Log H 的答案 好 它得到一个简单式 什么式 什么像H 是这个物体的原住体的高度 什么是H 这个前面积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体积嘛 是不是这个末路的这个体积嘛 所以什么意思 你要算这个流体作用 在一个物体做到四周围的流体作用的力量 你不需要一个一个 一边一边算 对不对 你只要怎么算 什么什么 你把异体的密度 去成立这个末路 这个异体所占用的这个体积 对不对 这个就是再成立极数重 什么意思 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体的密度乘以末路的体积乘以重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是不是怎样 这个是福利向上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物体摆到流体里面 把这流体排出去挤出去的体积嘛 我们认为这是排的异体的质量 真的还很重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从这里你得到什么特性 第一个 你这个福利一定会跟重力的方向怎样 相反 是不是会向上 你重力常向下 所以它会往上 所以我们称重 一定是会往上的 其实这个福利就是什么 一个物体受到四周围流体的作用力的总结果 但这种结果你不需要一个面一个面去算 你直接就怎么算去上这里的观念 你排开在流体的中就这样 就流体的密度成为你末路的体积才成为G 什么意思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假如我现在是规格形状 那现在体积是指末路的体积 假如形状都要整成 我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 哇 你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像我刚刚那样算 可能很难喔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这样说 这一面有这个力 这一面有那个力 那一面跟这个面的垂直的这个力 一样就只有四面八合理 最后力其实到底这句话会很多 有没有懂得到这一意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力还有这样子下一个斜斜的 你要算的话 你还要想想主体 那其实不用 根据这样子对刚刚讲的观念 你其实只要知道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物体的什么 体积就可以了 那只要是这个什么 丢进去算一个石头 丢进去以后 它是不是满满的水 然后有排出来的水 这样的体积 它那个体积的重是多大 有没有懂得到这一意识 好 所以你看看 我们从基本观念去延伸过来 就可以知道 哦 针对这种不规格的形状的 物体的浮力 我们一样 不需要一个面一个面去算 不需要这样子 直接是不是就用 那个流远力就成为它 物体的不管形状不改 它的体积是多大的重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物体所受的浮力 或是因为你在比较深的地方 所受的浮力比较大 有没有说跟深度有关 没有啊 你看这深度也不会影响它的体现 除非要深度比较深的地方 压力看到 物体的体积缩小 除非这样 假如物体的体积还是不变的话 你跟深度是无关的 这样懂得我们像浮力的基本观念怎么样 什么意思的话 要知道你会算 也知道它是什么来的 什么意思 好